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考上了什么大学 父亲刚说出名字 熟人立刻露出轻蔑的神色 说道 那个大学上也是白上 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 毕业之后包分配 大公司抢着药 说罢转身离去 看着熟人远去的背影 一家人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 父亲转过头 发现儿子的眼里 早已沉满了泪水 欢乐送礼有句台词 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没有扔石头的权利 一句随口而出的话 伤害的是一个孩子的心 毁掉的是一个家族的希望 好好说话 才是人心最大的善良 作家林清玄在上高中时 因为顽皮犯错 被记大过 甚至留校查看 很多老师把它当作是坏学生的典型 批评的话 在课堂上脱口而出 林清玄总是装作不在意 一次掩盖内心的悲伤 只有国文老师王宇苍是一个例外 他从不在课堂上随口指责 而是邀请林清玄来家里吃饭 认真的对他说 我教了50年的书 一眼就看出你是个能成大器的学生 林清玄听后感动不已 从此开始奋发向上 最终成为有名的文学家 柏拉图说 智者说话 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 语者说话则是因为他们想说 聪明的人说话是因为对现实有深思熟虑 他们的表达暖如薄金 让听者受益良多 愚蠢的人说话呢 是因为对嘴巴的放纵不羁 他们的言语深于毛挤 让听者心如道歌 说话是一门艺术 不随便说话是一种智慧 生活中有些人心知口快 说起来滔滔不绝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殊不知嘴巴是内心的代言人 管不住嘴巴的人 内心缺乏修养 高情商的人早就明白 有些事不能随便做 有些话不可随口说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 人能否随心所欲地活着呢 有个高赞回答是 人哪能随心所欲地活着 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 和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喜欢旅游的自由 你需要付出的是拼命赚钱独立 你喜欢素颜不需要修饰的自由 你需要付出的 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护肤 深以为然 生活不是电视剧啊 不是你想做什么 你就可以做什么的 朋友灰灰常常跟我抱怨 上班太累了 想辞职做旅行博主 拍短视频 边赚钱边环游世界 本来以为只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她去年真的辞职了 工作满三年 攒了六万块 光买运动相机 单反 稳定器等等基础设备 就花了一半继续 就这样 她带着三万块钱 和一个旅行的梦想 踏上了去往西藏的行程 临行前还发微信给我 我要去追随心灵的远方了 一个优秀的旅行博主 即将诞生 然而事与愿违 尽管她一路上 努力地拍摄视频 但由于缺乏经验 花费大量时间 也拍不出景物的美感 加上粗糙的剪辑和辣眼的文案 她的抖音视频根本没有几个点赞的 更令人无奈的是 她刚到达道成雅丁 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没有带伞的她 被淋成了洛汤鸡 还出现了严重的高反 最终被迫返回 不过呢 她没有轻易放弃 回家整顿之后 还去了大理 重庆 杭州等等地方 年初疫情来临 我关心地问她怎么样了 她幽默地回答说 出门做绿皮 睡觉住青旅 期许全花光 视频没人理 旅行博主的梦想 算是彻底破灭了 她打算重新找工作 但出于疫情等等各种原因 迟迟没有上岗 现在在家里玩游戏度日 周游世界没那么简单 拍视频也不容易成为爆款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选择随心而行 因为一旦盲目行动 结果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还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看过这样一句话 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 就是让他随心所欲的生活 你以为遵从内心是一种快乐 但结果却成为了快乐的阻碍 你以为随心而行是一种自由 但结果却成为了自由的束缚 任何事情背后都有代价的 如果没有资本 就不要随心所欲 古人云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做人不可随意而为 应当有原则 有底线 然而 知意行难 现实常常是事与愿违 在《非你莫属》节目中 有一位求职者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男子能力出众 工作三年始终保持消灌 还打破了企业营业额最高纪录 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 在第一轮的企业家选择时 十二盏灯全部被灭掉 这是十分罕见的 原来为了凸显个人能力 男子讲述了一段 十分自豪的销售经历 没想到适得其反 正是这段故事 引起了大家的反感 男子曾经把价值五千元的 儿童情商客 卖给一位月薪两千的 环卫工人 原本他没有购买异想的 经过男子一套销售画术 他最终为五岁的孩子 买下课程 主持人图蕾很生气 说道 这个例子的确能体现销售能力 但是销售不能不择手段 让一个环卫工 两千块钱一个月的人 去消费五千块钱的课程 对他的家庭是一种摧残 把没有实用性的高价格产品 强行推销给低消费群体 得到的是钱财 失去的是良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应该赚有数的钱 做有分寸的事 能力再强 如果守不住做人的底线 也无法在众人面前立足 本领再高 如果守不住做事的原则 也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 孟子卷八离楼张巨下有云 人有不为也 而后可以有为 做人不可随意 守住不为的底线 才会有无限的作为 子贡问孔子 诗与商也赎贤 孔子曰 诗也过 商也不及 子贡又问 然则诗欲语 孔子回答 过由不及 做人有分寸 做事有底线 过由不及 说话有分寸 不随口而出 温暖一个人 时常需要很久 但伤一颗心呢 一句随口的话 就够了 做事有原则 不随心所欲 资本的积累 往往需要很久 但从拥有资产 到负债 一次随心的决策 就够了 做人有底线 不随意而为 人品的培养 常常需要很久 但从善良 到罪恶 一次随性的贪婪 就够了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认真的对待它 它才会认真的 对待你 当你对生活 不再随随便便 生活才会还你 平平安安 福气相伴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一个赞 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观点 或者把这篇文章 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听到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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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